有時候也是常常停電的 就是常常停電 可是只有停電 一會而已 哦這樣啊 大概有一會 怎麼這麼奇怪 可是那是政府那邊停電 然後你那邊旅館那邊 它會用發電機嗎 是嗎 哦那就是政府那邊停了 停一下子而已 然後就再有這樣啊 哦這麼奇怪 這樣的話如果人家工廠了 那機器在運作了 它這樣停也不是糟糕 好的 好那現在繼續了 好 補語好補語 哦補語 補語 就是 就是 以雙水用 用 布 用布 用布 做的 用布做材料的 可以洗的 用布 材料做的 嗯嗯 好 可以 例子 汽车 汽车是一个轮胎 轮胎 有四个轮 有四个轮子 可以在 可以在 多人或者少人 几个人 可以在几个人 可以在 十个人 以上可以有 十座位或者八座位 或者十六座位 总是就可以在 两个人以上的 而且桌里面就是很爽 有冷气 好 那你现在 再说一边完整一点 汽车 汽车先 汽车是 汽车是 一辆车 一辆车 要先指它 是什么 汽车是一辆车 有四个轮子 都可以了 有四个轮子 有四个轮子 上面 有 两个人属上 不是可以在 可以在 可以在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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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在两个人以上 可以在 两个人以上 可以在 两个人以上 好 慢慢 慢慢练习 用汉语这样解释 继续我们过 好 请念一边 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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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就是 也是方向 就是 方向 左右 或者 前面就是 旁边 比如说 你在我的旁边 嗯 好 这个这个这个比较 前面 嗯 就是说 呃 呃 以堂在 我 这样 前面 嗯 那如果解释这个 呃这样比较 容易哈 前边 就是啊 它可以远或者近 但 如果 眼我们的眼可以 见到他的话也可以 说是他在前边 如果他在我们后面 就我们就根本看不见 那就叫后面 所以前面就是在我们的眼 眼的方向就前面 或者再离远一点 嗯 叫做前面 就是它属于方向名词 方向 指方向的 啊 啊 比如说东西可以在前边 后边 左边 右边啊 那就 所以前面就是 后边的 防疫词 啊 防疫词就相仿的 嗯 可以这样解释哈 这个方向就比较难一点哈 慢慢 没关系 哈 他是比较难的进 这话之所以现在是我 sogar 无比较难的 啊 呃 反应词 啊 caso 里 是 尽的 不是 嗯 嗯 对 在反应词词词远哈 很近 就是要防疫词词远 嗯 就是可以说是 尽就是啊 比如一个东西 它就是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手可以拿到 那叫做静 所以它的反义词是远 手要伸 伸起来拿 所以根本拿不到 所以静 就是不远的意思 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 百货大楼就是 就是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买很多东西 哦对对可以 一些那些名词 具体的东西比较容易来解释 好王府井 王府井 王府井就是 一个 名路 一个 一个在中国的路名 叫做王府井 帝阿门呢 帝阿门是 一个 旅行的地方 旅行的地方 在北京 就是很有名的 好可以 好 现在我们会复习这些绘画一下 然后复习好我们会 运用这些绘画的 内容来 就实行就练习 对话 好 那请你 我先来我做学生 你就要做刘静哈 请问八号楼在哪儿 在九楼前面 在九楼旁边 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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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走 你看 那个楼出书 好 好 那现在我们就会运用哈 比如说我就是 啊在教室这边哈 那你就 我问你就是 学生餐厅啊那你就可以说他就在宿舍旁边 好用模仿这段话哈 好请问教室 请问啊我现在站在教室这里哈 请问啊宿舍在哪里 呃宿舍在学生餐厅啊宿舍就在学生餐厅旁边 嗯嗯嗯嗯 好再来哈 请问宿舍在哪里 呃宿舍在学生餐厅旁边 啊旁边 旁不是房 旁边 旁嗯对 破哈 旁边 怎么走 呃 你看 呃 我 我 啊 只走就到哈 就往前走啊 我就在这边往前走啊 就在 左边啊 就是 往前走 在左边就是 啊 谁说 啊 我在问他怎么走 你看 往前 往前走 嗯 左边就是 啊 左边就是 可以 好 呃 那接下来 哦 好哈 比如说 现在我在 运动厂这边哈 嗯 啊 我 我站在运动厂这边哈 我问哈 请问 电脑中心在哪里 在哪儿 呃 在活动厂这边 嗯 在活动厂这边 在活动厂这边 怎么走 嗯 哦 你看 往前走 往前走 走 在左边就是 嗯 好 可以 呃 现在改过 一些哈 就是 呃 如果站在运动 呃 我站在啊 电脑中心 好 好不好 然后你就说 就在活动 我问运动厂哪里 你就说说 在活动中心 对面 对面 懂 懂了 对面吗 啊 对面 然后 就是 前面 啊 就是 两个 不是 就是两个面对面的 就是这样 这边 哈 这边 这边是我 哎 那你就是住在我的对面 比如说住在这前面 就是面对面 哈 两个面 就是这边看过来 看到他 那边看过来也看过他 叫做对面 哈 旁边就是在 在这样 两个人 比如说 你在这里 我这边 那我就在你旁边 但是现在 如果我坐在那边 那 我就是在你对面 嗯 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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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 运动场 现在我就站在 那个电脑中心那边 哈 请问 运动场在哪儿 哪儿 运动场 嗯 嗯 在活动中心 对面 哦 怎么走 呃 往前走 哦 往前走 就是哈 好 可以哈 走 走 嗯 或者就到 哈 就到也可以 好 我们现在过 第二段哈 哈 好 我说何止 你说A 哈 请问 邮局在哪儿 在前面 怎么走 怎么走 往前走 你这儿远不远 不太远 就是银行 方便 哦 好 现在银行 黄便哈 嗯 现在 呃 教室 教室 教室有几个地方都是教室哈 就这里的教室看到我的花鼠吗 有看到吗 啊 啊 我就在这里的 在里的教室啊 啊 我想去 啊 我想去活动中心哈 好 我就问你哈 请问 活动中心在哪 在哪 在哪 在前面 哦 怎么走 前走 离这远不远 不太远 哦 在 电脑中心旁边 哦 如果想说对面那就就怎么说 对面 在啊 就在电脑中心对面 不是运动场运动场对面就是要运动场 因为啊那个电脑中心没有办法 那就不能不能搬过来哈 哈哈 在 运动场 对面 啊 在运动场对面 好 可以 好 比如说现在在啊 图书馆这里哈 图书馆 就是想去 学生 学生餐厅 哈 我就问路哈 请问 嗯 学生餐厅在哪儿 在 前面 呃 因为 这如果在那边要要跑过那边就比较难一点 好好 换换这地方一下 等一下 就是在 活动中心这边角落哈 那你就可以说直走 哈 直走 右转 啊 右转 就是 右转就是在宿舍旁边 明白吗 就简单说就 这边 直走 右转 在 宿舍旁边 嗯 好 然后就问远不远 你就可以 就是说 啊 啊 不太远 就是在宿舍旁边 嗯 啊 实生餐厅在哪里 嗯 嗯 在 转 呃 左边 不是要要要要往前走 要直走先哈 要 或者你过说前边右转 往前走然后右转右转右转右拐都可以 怎么走啊怎么走啊不是离这远不远 太远就在宿舍前面旁边旁边就在宿舍旁边 如果宿舍才是在教室对面 教室就在宿舍对面 好那我也在这里现在我想去宿舍 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刚才所回答的方式 我现在也是在活动中心 请问宿舍在哪在哪 在往前走 然后远船远拐 因为你不能用在 在就是要一个名词 因为前面就是方向名词 不能说是在 在往前走这样就不太对 可以说在前边或者 直接说往前走不用在字 明白吗 因为语法会冲突的 如果你用往 往了他就是不用用在 往前走或者在前边 可以说这个往前走右转或者右拐 好再来 请问宿舍在哪在哪 往前走 往前走 往后右走 哦怎么 我们离这远不远 不太远 就是在 宿舍 不是 不太远 就是在 教室前面 不是 我在我在问 宿舍 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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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可以 我们过 第三部分 哈 好 我也是问 呃 我做玛丽哈 你做 啊 B 请问八卦大楼在什么地方 一天很远吗 不远 你怎么去 哦 我做汽车 请问在哪儿做汽车 去 在那儿 哦 谢谢 好 嗯 呃 这个 现在我们也用这个 闻了 练习一说 方向 因为这边 他说的太过简单了 哎 等一下 因为他是 他直接指的 就比较近的 就在前面 在这里 在那里 那这个就超简单的 是不是 啊 你看看 嗯 这里又没有坐汽车啊 这边 哦 哦 如果现在就是 呃 问那个教室哈 啊 那你就可以说就是过这个十字 入口哈 做过第一个十字入口 在右边就是 明白吗 十字入口 你要等 嗯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在活动中心 是吗 我想去教室 啊 我就问路 你就说过这边 这边就是 十字入口哈 我做过这边十字入口 在右边 嗯 好 请问教室在什么地方 呃 教室在 呃 十字 呃 教室在十字入口 呃 不能 不行不行 不能不能再在什么就是 啊 你就是 往前走 就是 或者教室在前边啊 然后你才在解释就 啊 教室在前边 啊 往前走 在右边 啊 不能再往前走 这样 这样是不对 对于法 明白吗 好 再来看 请问教室在什么地方 呃 呃 往前走 然后看到十字入口 在 呃 床面 哦 好 可以 嗯 好 你现在你 你试试看 问我一个 一个地方吗 用换过来 由你问 呃 呃 我问图书馆吧 嗯 请问图书馆在什么地方 啊 比如说我现在在在这边活动中心这里哈 啊 呃 呃 在前边 直走 右转 好 进到个圆圈右转 就是到了 图书馆 好 好 那刚才你用了在什么地方了是吗 现在你就用另外一个问法的 不是什么地方 那用什么词来问 啊 你试试看 你问一个 不用在什么地方 嗯 嗯 呃 呃 呃 只问图书馆在哪 啊 在哪儿 哈 啊 图书馆在教室旁边 啊 在教室旁边 嗯 好 就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跟哪儿或者哪里也可以 或者可以用啊 离这里远不远都都是问距离的哈 几个方式 现在在上海旁边 他搬 他搬家了 嗯 他搬家了 现在在中华路 38号 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不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 小马 嗯 好 可以 现在换过来哈 小 小马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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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个第一段的啊 第一段的哈 嗯 小威你们什么时候去小离家 星期天好吗 好 他家在上海 上海饭店 旁边吧 他搬家了 现在在中华 中华路 我认识 问一下小马吧 不认识 问一下小马吧 好啊 现在有三个人 三个人物哈 那你做小威跟小马哈 好 请先来 小马 中华路 在什么地方 你是小马 嗯 中华路 你 我 奶奶 很近 你们去那儿做什么 看一个朋友 那里 这儿远吗 不太远 星期天 我去奶奶 见 你们和我一起去吧 好 好 现在这我这边 你也是继续这样哈 小马 你奶奶 不和你们 住在一起吗 住在一起 奶奶一个人住 我和爸爸 妈妈 常去看看 他 继续 嗯 奶奶 身体好吗 身体很好 哦 他近年六十八岁了 前面就是我奶奶家 你们去说一会儿吧 十点了 我们不去了 再见 好 再见 都认得道字的哈 都认得道字的哈 你明白这段绘画吗 我明白 好 那可以先解释一边哈 好 那我就用问他来问你哈 就是 小微跟小王想去谁的家玩 小微跟小王想去小黎家 哦 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去 他们打算星期天去 哦好的 那他小黎的家在哪里 小黎的家在上海旁边 是吗 可是他现在半家了 哦 现在在中华又三十八号 哦 那他们有认识路 有认识路 想去那边 他们会不会不会懂不懂路 认不认到路 哦 他们都不认识路 哦 那怎么办 他们想去问小马 哦小马知道路吗 懂路吗 懂路吗 小马懂路 哦 因为 他本来 就要再 给 那个 就要再回房 远还是近 很远 哈 很远 他怎么知道 不太远 很近 这里有解释很近 看到吗 中华路里我奶奶那边 就是因为他近他才知道 如果他远他怎么知道 是不是 好 好 哦 嗯 嗯 嗯 那 嗯 那为什么他问 问小马 中华路怎么走呢 为什么 他要 他要 要做什么 什么目的 因为他们 不认识路 哦 那结果 怎么样 他们还是自己去 找到路吗 嗯 结果是 小马 用思路 所以 他们 一起去 哦 一起去 哦 好 那 小马跟他奶奶 有住在一起吗 哦 嗯 小马 小马 湖 跟奶奶 住在一起 哦 那现在小马跟谁住啊 哦 小马跟他的妈妈 妈妈住在一起 哦 好的 他的奶奶今年多少岁 他的奶奶今年多少岁 他的奶奶今年68岁了 哦 那在这里的话你记得还上次我们还有学那个多的用法啊多少跟几还记得吗 那现在用那个耳朵来问问他奶奶多少岁怎么怎么问还记得吗练习一下旧的内容 嗯 他的奶奶今年多少岁了 嗯 嗯 多少岁也可以一个种方式 还有别的方式呢 还可以 嗯 他的奶奶今年 嗯 多 多 多大 多大 嗯 嗯 嗯 可是因为一般如果多大哈 多大在这个场合就是很少用用这样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话毕竟我们用啊多少岁或者年龄啊年龄多大就用比较尊重的用语哈 如果如果因为用多大的就是他觉得就是比较很熟熟气的也不够尊重别人的啊所以啊年龄啊你的啊或者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哈好 好 那 那 他们 他们 他们为什么没有进他小马的奶奶家做呢 不好意思我听不清楚哦就是呃本来小马有请他们到他奶奶那边做是吧可是为什么他们不做呢 嗯 呃因为 呃因为 呃时间了 呃 要回去 不是就是时间晚了哈 嗯 呃因为他们意思里面就是啊时间太晚了所以他们要赶时间要回去 嗯 好可以差不多哈就是这里因为因为他的他的回答在哦10点了就是意思是时间已经晚了或者他们做啊还有事的还有事忙的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来这边做的意思哈 好 好 现在啊你我们就练习这个回答一下哈一年有多少几个月有几个月 呃一年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月 哦好 然后一个月有几个星期 星期他的相同词的哈就有还有可以用哪个字哪些字代替星期 嗯 嗯 星期还有用 嗯 嗯 相同的嗯 嗯 嗯 记得吗 嗯 不记得啊 啊 忘记了是吗啊 啊 啊 就是周或者礼拜也是跟他相同的啊周或者礼拜哈啊周还有周跟礼拜哈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啊 好 就有一个星期有几天啊一个星期有七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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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才说是一年有有啊十二个月是吗啊十二个月十二个月那一月份的话还可以叫做什么还有有另外的叫法你知道吗 一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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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两个月不是就是在说一年有十十一月有十二个月明白吗有那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啊六七八九十十二可是一一月份还有另外一个叫法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你你懂得那个叫法就是什么吗 嗯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 就是一月份 二月份那一月份的话 还有一个叫法 你懂得那个叫法叫做什么吗 相同的一月份的意思 是 我知道 有啊对哈 啊就是正月或者圆月哈 啊正月啊正月或者圆月哈 嗯 越文就有参音哈 啊 可是中文就有正月或者圆月哈 所以刚才 就这一句一句这样我们可以 合起来成一段一段话 哈就是可以说啊 啊今天我学会了怎么用和你说 月哈月份月份星期跟 这里如果天可以加什么进去 嗯 不是不是 或者和天哈 因为上上上上面呢 月星期和天哈 今天我学会了怎么用和你说月星期和天哈 哈一年有十二个月然后也是在在就在解释这个呀 哈因为这个开头开头哈 啊这个就可以帮助你可以说一句话比较长一点哈 比较有有多那个内容点 嗯 好然后特别是一月份还可以叫做正月或者圆月啊 一月份有四个星期啊 一个星期 也是一周或者啊 或者啊 或者这个里是或啊 一个礼拜 一个星期又有七天啊 又有七天啊 星期日还叫做星期天 但是不能叫做周天 明白吗 明白吗 就是这里啊 星期 星期也是可以 也是等于一周 或者礼拜 所以可以有星期日啊 礼拜日 礼拜日 礼拜日也可以哈 但是啊 或者星期天 但是没有人用做周天 因为我们会会会说哎 这里可以用做啊 星期日也可以用星期天啊 那这样的话 周也可以用周日是吗 周日就可以 但是不能用 我们就会哎 这里星期天那里也用周天这样 周天是不对 就这样的意思哈 好 那你在 夜集 这这这这段模仿 这这段讲话 就从这几个 几个回答的内容来 来说一遍哈 好 请说 一年有十二个月 不是不是 你你模仿这个 哦 也可以 你你照你的意思说也可以 好 请说 一年有十二个月 嗯 那边是一月份 还叫做正月 嗯 嗯 嗯 一个月有十个星期 嗯 一个星期是 呃 雨中 或者 一个礼拜 嗯 一个星期有 七天 星期日 还叫做 嗯 星期天 但是 不能用 天天 啊 不能用周天说哈 好 好 好 那现在也类似这个 你家有几口人 几个人 啊 五个人 五个人 啊 五个人 那他们是谁 啊 有谁有谁 嗯 我家的老公 是 是我 妈妈 妈妈 姐姐 都可以 哦 好 那现在他 啊 你现在住在哪儿 我现在住在 嗯 嗯 哦 那里的环境怎么样 哦 那里的环境怎么样 哦 哦 这个环境 哦 很热 很热 哦 哦 你喜欢长期住在那里吗 你喜欢长期住在那里吗 我不喜欢 在这里 哦 太热了 啊 不方便 都不方便 好 那这里的绘画 你回去做类似前面的 来做一段介绍 下次我改好不好 下面也是这样 哈 好那时间到了 再见